用回圈的方式來做會比較快 不過呢第一筆資料的話 我們是放在J J加1 為什麼J加1呢 因為這個我Ctrl向下 比如說我取得的是第七有沒有 這地方 Ctrl向下之後有沒有 就會到第七那我要放在第八 就直接怎麼樣在這個地方 這個位置要分別把它填上去對不對 那填上去的方法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怎麼樣 直接把這些 第一筆資料是用A0 把它放在 這個1的話是 第幾列的第1欄 然後後面的資料其實這個地方那你可以 應該可以全部跑一個回圈吧0到7就可以 然後把資料這個AI的部分 自動就可以 全部跑完了這個應該可以改 因為我只是為了讓大家知道說你可以逐 逐一的來 填資料或者跑一個回圈 全部跑完 然後再來的話呢清除什麼呢 清除資料 就是那個消貨單裡面的資料 然後分別清 清除哪 再切回來消貨單 然後分別清除這個範圍 點selector 然後selection 點cleancontents 這個應該前面用過 我們刪除 並且把單號 單號的話呢 是在哪裡呢 在b2的位置 等於 A0 加1 A0的話剛好就是什麼 A0我們剛剛講過 A0就是什麼 就是 我們的編號 那就加1之後的話 那單號自動怎麼樣 就會加1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完成這個單號的 部分 那這裡的話我想我們直接來跑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地方 這邊我們在Visual Basic裡面 那各位一樣 這個部分我就不講了 在這裡 插入一個什麼 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呢 你可以叫什麼 叫消貨單也可以啦 或者我這邊叫做政列新增資料也OK 好 那裡面的話把程式 輸入完畢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那我先在 這個地方 把這相關的資料也是先 選一下 然後給一個模擬的資料 比如說這邊 第一個我先買一個這個 再買一個這個 數量的話 我就買一個 買兩個 買三個 按訂購 那實際上訂購的話就是執行我們這個 這個程式 那我這個地方逐一來執行 F8 F8 那再來的話就切到消貨名系 切過來對不對 然後呢 我就判斷一下 我的 B 欄 其實 判斷 B 欄 判斷 A 欄都可以 然後呢 結果他會回傳回來 這個裡面的值是多少 這裡面的值 他這邊有個 肉 這個肉的值 呃 有沒有 你把他選取起來就知道 7嘛 有沒有 灰窗回來就7 OK 那他不是65536 所以會 到這裡 那這個地方的話 追的值就可以取得 追的值現在就 就是7 沒出來 OK OK 那再來往下 切換到銷貨單 分別把楷 存存存,這個應該沒問題的,把它存起來 然後再來怎樣呢?再切過來 再分別怎樣呢? 放進去9,放進去 放放放放放 就是這樣一個蘿蔔,一個坑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再切回來 然後把資料清空,清空哪一些範圍呢? B3,b3清空 b7-b16,f7-f16,這個範圍 把它清空 這個地方先選取,再清空 然后最后把销货单再加一 变实了 OK 就完成了这个记录的动作 其实程式不会太复杂 但是如果一般使用上面 应该还蛮方便的 如果你只要把资料 暂时放在另外工作表里面 就可以达到 所以我们现在工作上 有太多的表单 都是纸本的 其实如果说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就会马上怎么样 把它流程转换 那自己keykey之后 资料就已经进到 ecell里面去了 那我们后续再处理就比较方便 不需要它再重key一遍 OK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试看这个程式部分